然后呢 他会挑一些选项OK就好了 反正你看到OK、YES或NO 反正你就打一个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跑一些程式了 程式的话 他问你说要不要样板 不要的话你cancel掉就好了 cancel它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那写什么程式好 很简单 A等于3 B等于5 如果多一个sum好了 等于A加B A加B的话 那请问一下 print 打一个P print出来 print什么呢 print sum OK好程式写完了 请问print意思是把它输出结果 请问输出结果会是多少 对应该8吧 你怎么执行 很简单哦 直接储存 然后上面有个执行在这里 runs有没有 然后他问你说要run哪一个 run这一个 python去run它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答案出来了 8出来了 有没有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写了第一支诚实 这没问题吧 然后再把重点回顾一下 重点回顾 1 file new new什么 other 这个 记得是在这个py div里面 2的话呢 就test 这边改一下 然后这边改create source finish 进到里面呢 src上方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module 记得这个哦 然后呢 给他名称 不是这里哦 是这个哦 给他name 我叫p1 或者其他名称都OK 然后finish 在这上面打一下程式 并且run他就OK了 好 试一下好了 如果实在记不起来的话 讲义里面我印象中应该 我也有把那个画面这边 有没有 一模一样的东西 1234 有没有一模一样 好 这边都有 画面先还给各位哦 可以参考那个第几页呢 第三十 不 二十七页 新增专案 二十七 二八 二九 三十 OK 这几页呢 就我刚刚做的重点 反正你就照着操作一下 应该没问题吧 打这几个字 那主要我们 这个sample 主要 就是 大概了解一下 那个程式的运行 如何建一个专案 以后的话就是module 所以以后你就按右键 new一个module new一个module 一直写下去就OK了 直到我们最后一堂课 也是一样 就new module就OK了 所以 也不用太复杂了 刚开始也讲 先学会怎么写程式 如果要做一些其他的变化 慢慢再来讲 OK